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课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是回头是岸 也就是新经的英文版 所以同学们如果想要看这本英文的 除了中文之外还有英文的 已经翻译好了 所以你可以 这边没有的话就可以到四楼去拿 这本 那么两天前才出炉的 两天前 那么我们的中文版是在2014年 所以七年 七年才把它翻译出来 所以就 那么刚好现在 在这段时间 那么 因人俱足了 那么就能够出版 你需要两本对照的话 那两本都 都请回去 那你就慢慢看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87个公案 这个赵州大师的第87个公案 灾阳花 灾阳花 有一个僧人 他跟赵州大师告辞 那么大师呢就问他 你要去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僧人呢就回答他说 要到处去学佛法 那赵州大师听了之后呢就竖起佛城 把那个佛城就竖起来 他跟他讲 他说 有佛处不得住 无佛处即走过 那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说错佛法 就这样子讲了这几句话 那这个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去到的那个道场 他有佛法 本来有佛法的话呢 我们是要留下来的 可是他现在跟你讲什么 有佛法 你不可以留下来 你要离开 那么没有佛法呢 没有佛法呢 你也必须要离开 所以到来的话呢 你捕捉到的一个训绩是什么 你永远就不能够停下来就对了 所以他要传递的一个思想 是什么思想 他要传递的是无助 那么无助的话呢 在禅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慧能大师讲什么呢 无念 无助 无想 所以无助就是一个 无助就是其中的一个 重点的要求来的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他在第三句他讲什么呢 三千里外逢人不得说错佛法 就是说你要离开对不对 三千里很远 三千里很远 那么你在三千里之外 你不能够 你对人你不能够讲错佛法 那么也就是说 反过来你去理解这句话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 在三千里里面 你可以说错佛法 那么我想请问你 如果你要为人家讲佛法的话呢 你要讲错的佛法吗 你不可能 你要对人家讲法的话呢 你要把错的佛法跟人家讲 对不对 所以他这句话呢 他里面所附带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跟你跟 他所附带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一离开之后的话呢 在三千里里面的话呢 你不要讲佛法 所以他是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的 他的意思是 带有这样子的一个 劝这个僧人 万一如果你是真的要离开的话呢 你不可以 讲佛法 在三千里里面 你不可以讲佛法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事上是赵宗大师对这个僧人的 对他的一个保护 怎么保护呢 基本上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红法就对了 那为什么不要红法 红法会影响到什么 红法会影响到什么 会影响到保认 保认你的决心 所以如果你刚刚才发现到 尤其是出家人 当你刚刚发现到决心的时候的话呢 那是很珍贵的 所以在开始的那个阶段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体会的不够 那你又开始在弘扬佛法的话呢 那对自己的道业是一个障碍来的 所以当这个圣人要离开的时候的话呢 大师 赵宗大师 通过这几句话他是在跟他讲什么呢 他就跟他讲 你不管你去到哪里 你都要学习无助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离开的前面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呢 你先暂时不要红法 那不要红法的目的就是要保认这个决心 所以他基本上这几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的话呢 基本上赵宗大师呢就是尊尊善有 对一个要离开的这个圣人的话呢 他就这样子来给予他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那么这个圣人听得懂吗 圣人听得懂 听了懂之后的话呢 他怎么回答 他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既然这样就不去了 我就不要离开了 你既然你讲到这样子 那我就不要离开了 那么大师讲什么 大师讲摘扬花摘扬花 摘扬花 摘扬花摘扬花 这个就是摘扬花 当他讲摘扬花的时候的话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地方我们讲过摘扬花的 有讲过摘扬花吗 有吗 没有讲摘扬花对不对 我门子讲过什么 世尊摘扬花加摄微笑 所以世尊摘扬花就是什么 就是世尊摘扬花加摄微笑 所以世尊摘扬花摘扬花 所以摘扬扬花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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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个肯定 就说 好啊 不错啊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跟你碾花 明白吗 跟他碾花 所以他只是在禅宗里面的话 很多东西都很灵活的 他不会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四尊碾花加色微笑 他不这样子 他直接是什么呢 就拿了一朵羊花 他讲摘羊花 摘羊花 基本上他要讲的是四尊碾花 所以这个是有典故的 他之前有这样子的典故在里面 所以这个公案的话 是需要有一点点对佛教的一些故事 要有一些认识 那你才有办法前呼 前后的话 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要不然的话 有些时候 这个公案的话 也是不太容易看得懂 那基本上这个赵州大师就通过 摘羊花摘羊花跟圣人讲 我所讲的你都听得懂 所以接下来他是要圣人留下来 还是要离开 他是要圣人你就继续再留下来 所以 那这个的话就是 修行人他每一个修行都有一个阶段的 什么时候他应该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他应该要做什么 那么需要保认决心的时候的话呢 最好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往内心看 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刚刚才体会到决心 发现到决心 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参与了太多的这些 那有些我们大乘佛教非常注重这种 大乘的思想很注重洪化的工作 那么当你参与了太多的这种洪化的工作 之后的话呢 对你保认这个决心是一种干扰来的 所以什么时候你需要去保认这个决心 那什么时候的话呢 你就要学启用 启用了之后又回来保认 所以他有一个净跟处的一个过程 什么时候你要回来 什么时候你要出去 什么时候你要回来 什么时候你要出去 你长时间一直活在保认你的决心 也没有用 那你长时间一直在运用也不行 所以他有一个净跟处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公案 郑州处大萝卜头 有一个僧人问赵州大师 他说听说和尚见过南泉 这是真的吗 我听说和尚你见过南泉 南泉是赵州的谁 师父 那赵州跟南泉跟了多少年 几十年 所以他肯定是见过南泉大师的 所以他讲什么 郑州处大萝卜头 这个郑州处大萝卜头 跟他见过南泉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那事实上我们讲了这个 这个赵州大师本身就是很灵默 很幽默的一个人 所以当他要讲这些 这些 就是普通的一种应对的时候的话 他也不会直接把那个答案把它讲出来 他也会跟你兜了一个圈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的话 他就是有利于修行人进一步去思考 到底这个老禅师他要跟我讲些什么 所以讲话有些时候转一下弯的话 他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好处就是 带出正思维 你必须要去想 郑州处大萝卜头 跟我见过南泉大师有什么关系 那郑州出大萝卜头 真不真 本来就是 那个地方的特产是萝卜 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去到郑州的时候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什么 看到萝卜了 所以你问我没有见过 你问我 你问我见过这个南泉大师到底是真不真 那我就跟你讲 郑州出萝卜头 请问那是真还是不真 肯定是真的 所以事实上他要讲什么 真的 可是他就跟你转了一个 转了几步 跟你讲说郑州出大萝卜头 事实上就是 我们刚才讲了 他就在训练你 能够让你去进一步去思考 那这个就是 这个训练的话就是在听取 这个弦外之音的能力 你要通过这样子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他带出些什么意思 在背后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 八十九 向何处回避 就是你要到一个僧人 他跟赵州大师告辞 那么大师就问他 要去什么地方 这个圣人说要去免中 那么大师就说了 那是个兵环马乱的地方 你应该回避才对 这个圣人说要去免中 可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兵环马乱的地方 所以大师就劝他 你应该要避免 不应该去那个地方才对 那么圣人就问了 那要回避到什么地方 那赵州大师就跟他讲恰当的地方 请问恰当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没有兵环马乱的地方 那么那是哪里 所以那赵州大师到底在讲什么 赵州大师到底在跟他讲什么 他叫他回避到一个没有兵环马乱的地方 那是个恰当的地方 那么那个恰当的地方的话在哪里他又没有讲 所以赵州大师到底要跟这个圣人讲什么呢 基本上对于一个要离开的一个圣人 那这些老禅师这些老儿上的话呢 他一定会带出他一定会什么呢 一定会关心 那关心的话呢有两方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关心他的舍身 另外一个是关心什么 关心他的法身 对不对 那么请问赵州大师跟这个僧人讲说 应该要到一个恰当的地方 是在关心他的舍身还是他的法身 法身 因为他没有跟他讲要去哪里 对不对 所以外在有外在的兵环马乱 你自己看 哪里乱你就不要去 所以需要我跟你讲 外在的兵环马乱的话你自己看 那么内在的兵环马乱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内心的那些烦恼 所以那些内心的烦恼 你不要参与在你的烦恼里面 请问你要躲到哪里去 你要住在哪里 对了 你要住在你的决心 所以决心呢就是 那个恰当的地方 明白吗 所以他这句话呢 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要有一个恰当的地方 你知道这个修行的这个要求的话 这个公案就不会太难 那么有一个僧人 他就问赵州大师 这是另外一个了 另外一个公案了 僧问赵州大师 什么是囊中宝 囊中宝 那么赵州大师跟他讲说什么呢 闭嘴 你知道我们在古代的话呢 就是华人的文化里面 每次很喜欢讲到 锦囊庙记 对不对 你要出远门 那么那个 那么你如果你碰到一些有经验的人的话呢 就在你的锦囊里面的话呢 写下一些 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那么跟你讲说这个让你呆在身上 所以当你带这个东西带在身上的时候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 好像比较有信心 因为你带着一个 你带着一些方法 带着一些 处理事行的一些手段之类的东西 它就像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宝这样的囊中宝 所以我们以前有讲的那种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锦囊庙记 就是属于这一类 属于这类囊中宝 那么他问了什么是囊中宝 这个圣人问赵宗大师什么是囊中宝 那请问囊中宝指的是什么 囊是什么 除了是锦囊之外 它还是什么 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囊来的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臭皮囊来的 所以里面的宝是什么 决心 所以囊中宝是什么 决心 那既然是囊中宝是决心的话呢 你为什么赵宗大师讲说闭嘴 因为什么 本来如果 那个僧人问赵宗大师什么是囊中宝 赵宗大师直接应该跟他讲什么 决心就是囊中宝 那当赵宗大师跟他讲说决心就是囊中宝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里面就没有带有残疾了 那就是你明问我问我就明答了 就没有带有那个残疾 就是你 他的答案就给的太直接了 那在禅宗里面的话呢 他一般上他就是不要让那个答案 变成太直接 他就是要各一层让你去思考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给这个答案的一个作用 这个就是残疾其中的一个作用 我们叫做暗示法义 他是暗示 通过暗示 不是明示 他是暗示 把那个佛法的那个义理的话呢 他通过暗示的一个方式呢 把那个佛法的义理呢讲出来 他是暗示 他不是明示 那么 这个闭嘴 跟这个觉醒什么关系 这个 你就要回到 就要回到什么呢 就回到禅门里面 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源与道断 当我们在讲这个觉醒的时候的话呢 觉醒不是靠什么 觉醒不是靠你嘴巴讲 它是靠什么 它是靠你自己本身 一直往内去找 找到了之后的话呢 那你必须要让你活在那个状态里面 那在大乘的经典里面的话呢 它有几部大乘的经 比如说这个华严经 还有这个方广大专严经里面的话呢 它就特别提出了 源与道断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那么在禅宗里面 黄博 新运禅师的话呢 对于这个源与道断呢 它诠释得非常好 你们看一下 在这个白板这个地方 它说什么呢 什么意思 就是对于觉醒的话呢 你就是默默 静静的跟它相亲 你就感觉你的觉醒是什么 所以默契 你不要用嘴巴想要去 通过用嘴巴 语言文字你要去讲 因为你讲来讲去都没有用 除非你体会到了 你体会到了你不用讲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没有体会到的话呢 你讲了一大堆也没有用 所以它就跟你讲默契而已 你默契 静静的跟它相亲 跟它吻合就可以了 那么觉诸诗意 就是你不要通过诗 诗就是动念 意呢就是不要通过你的口舌 要去把它讲白 所以你通过讲 你通过讲也不行 你通过想也不行 所以不要通过讲 不要通过想 那你要怎么做 你就默默的去感觉它 感觉活在觉醒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状态 有没有活在觉醒 你要慢慢一直感觉 一直感觉 一直感觉 所以这个耐性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没有基本的这个耐性 你都没有的话 要慢慢去捕捉这个觉醒存在 或者不存在的话 连这样的耐性都没有的话呢 那基本上你要弃入你的觉醒就很难 所以这个耐性 那么后面它说什么呢 它说元语道断 心形触灭 心元语 当你想通过这个元语 要去把那个觉醒这个道 把它讲清楚的话呢 你是讲不清楚的 所以元语道就断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 把这个觉醒的这条 这个道的话呢 你要把它讲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元语道断 那心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要通过 我们的心的造作 心的造作就是什么 就是动念 所以当你想要通过动念 去找你的觉醒的话呢 找得到吗 找不到 所以它跟你讲 心形触灭 所以这个呢 是黄渤禅师 对元语道断的这个解析 那么 我找过了蛮多 那么 就发现到说 黄渤禅师 讲的是最好的 他讲的最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囊中宝 我们的囊中宝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十个 横丹一条柱障 这个有一个新来的僧人 对赵州大师说 他跟他讲 我从长安来 我从长安来 虽然横丹一条柱障 却不曾碰着任何人 那么大师说 肯定是大德的柱障短 身无言以对 这个僧人呢 跟赵州大师讲 我从长安这个很远的地方来 我横丹这一条 丹这一条扁担 你知道吗 一条扁担 我们当扁担要 当扁担要有技巧的 你的扁担可以前后 对不对 这样子丹 如果你把它横丹在这样子的话 你走 你要过门有办法过吗 你没有办法过 那么这个圣人就跟你讲说 我从长安来 我这个丹是这样子丹着的 我就这样子走 可是都不会撞到一个人 请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走 我不会撞到一个人 为什么 所以他的这个丹是什么 决心 他就是保认着这个决心 那么决心有形有相吗 没有啊 所以他怎么丹都可以明白 所以他跟赵周大师讲 我担着一条 一条担子 横冲直撞的话 都不会撞到任何的人 明白吗 那大师怎么讲 大师基本上就当作听不懂 那他怎么回答他呢 他跟他讲 肯定是你的驻障太 太短了 所以因为你驻障很短的话 所以你就装不到人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真正来讲是什么呢 真正来讲就是大师的幽默 那么僧人因为大师 大师讲说这个驻障很短的话 这个僧人就反应不过来了 因为他到后面他也不懂 到底大师是懂还是不懂 所以他就卡在那边了 明白吗 他就卡在那边 这个很有趣 这个是疾风相对 疾风相对 下一个 赵周肖像 就是赵周的画像 我们现在要留着一张画像的话 基本上很少人就画了 因为都会特别花时间 而且又贵 对不对 基本上你就是拍照 那么在古代 全部都是用苗出来的 用苗 苗 苗出来的 那么这个僧画了赵周的肖像 他就把它画了 那么之后就交给赵周大师 那赵周大师就拿着那个肖像 他就问这个僧人 你说你画的这张肖像呢 像不像我 如果是像我的话呢 你就是在杀我 如果你画的是不像我 那么请你把这张肖像烧掉 身无言以对 他在赵周到底在讲什么 画的像就是在杀老生 为什么 你画的像就是在杀老生 你画的像就是在杀老生 因为当他画的像的时候的话 那他就是什么 就有像咯 所以如果你把我画的那么像 你把那个像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是在讲我是活在有像里面 那有像是我们要的 还是无像是我们要的 无像 所以如果你画的太像的话 你就是在杀死我 明白吗 你就说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你说画的太像你就说你 你基本上你就是 就是我没有修行 明白吗 因为我有像嘛 所以你画的太像了 所以你就是在杀老生 那么画的不像呢 如果现在给你画 你又画的不像 那你把它烧掉好了 所以接下来圣人要怎么办 圣人怎么办 圣人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你看到这个赵周大师的智慧 很有智慧 对不对 他这样子逼 那实际上他在逼什么 在 他在逼 因为一般上是这样子 一般上是 画像 画像的话呢基本上是 尤其是出家人 出家人的话呢 除非是赵周大师自己要求 可是如果赵周大师没有去要求 你就对着大师看他画像的话呢 那 这个是你的工作嘛 这是你的工作嘛 这不是你的工作啊 尤其在古代的话呢就 出家人的工作是要修行嘛 那你现在如果赵周大师 又没有要求你 你帮我画像 对不对 我又没有教你帮我画 结果你又帮我画 你画了之后的话呢 你还以为说 你接下来你要 你还认为说 我要留住那一张照片 对不对 我们一般的画 哇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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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漂亮漂亮 保留起来做纪念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般人现在的一种反应 可是对老禅师来讲呢 他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他希望看到的是 你不要花时间帮我画这个像 对不对 我倒是希望说 看到你好好的去修行 尤其是出家人 对不对 你出家人你跟我画这个像来做什么 除非我现在跟你讲 你帮我画一张 以后我留在那个车子前面那一张要用的 没有话讲 我叫你跟我画的 对不对 要不然就叫你跟我拍 如果我没有这样子开口的话 那你这样子来画来做什么 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你是在多管闲事 你明白吗 你在多管闲事 这个他的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从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你会没有一个祖师留下画像 包括达摩祖师都是什么 达摩祖师的画像有没有同意起来 没有 都是大概大概 有胡须的就是达摩祖师 对不对 因为他是印度人 所以头发长卷的 胡须长的 这个就是达摩祖师了 那么你说二祖是什么样子 知道吗 不知道 三祖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 四祖没有人知道 五祖知道吗 六祖 慧能大师是什么样子 大概大概 从他的六祖谈经里面 只是知道说 因为他在终米 所以身体很瘦 所以绑着一块石头在身上 那么拦头去终米 所以从这边你就推测 慧能大师应该是瘦小 所以帮慧能大师画那个像的时候的话 就不能够画得太胖 就瘦瘦小小这样子 全部都是凭什么 凭推测的 它不是真的 所以没有一个祖师也留下任何的 这些画像来给我们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很 那当然在古代这些画像 要找到这样子的人才也不容易 那当然就是画一张像的话 你们有没有给人家画过 要画一张像需要多长的时间 需要半个小时吗 至少 明白吗 至少 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既然赵州大师碰到了 所以他就会敲这个圣人 你这个 他就借这样子的一个 一件事情的话呢 他在跟这个圣人讲无相 跟圣人讲这个无相的道理 就带出了那个无相的这个疾风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十二 一个圣人问赵州大师 赵州大师说 赵州大师说 他从印度就是要带着那个解脱的那一个法 把他从印度带到中国来 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传那个解脱的法 那么可是到了 当他这样子问赵州大师的时候的话呢 赵州大师讲什么 庭前的布树子 达摩祖师从西天来到中国 为的是什么 赵州大师跟你讲 就是为了这棵布树 那么这个圣人呢 他又在问了 他说 和尚 请你直接说 你把它讲清楚吧 你不要用这个树不树的 你这样子讲我听不懂 那当如果说 当他这样子讲听不懂的时候的话呢 他如果讲白了之后的话呢 那就有没有残疾啊 就没有残疾啊 所以这个问的这个圣人的话呢 基本上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层次来的 他要赵州大师讲白 不要用外景 不要用这个树 你直接跟我讲清楚 达摩祖师从西天来到中国 为的是什么 那结果大师怎么回答 大师跟他讲 我不是用外景来暗示你这什么东西 我没有 我并没有这样子做 那结果这个圣人呢 又再问多一次 那结果赵州大师呢 又再回答 他的答案是什么 庭前的播数字 他的答案你没有改变 他的答案没有改变 只是回答了一次 圣人听不懂 回答了第二次呢 圣人还是一样听不懂 这个庭前的播数字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在你门庭前面有一棵树 那么祖师西来意 跟这个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事上赵州大师教跟你讲 所谓的解脱的话呢 是就像什么 就像这一棵树这样子 清清楚楚的在你眼前 那就像我们讲了嘛 解脱指的是什么 解脱指的就是 你活在你的觉性的状态 然后对色 深 香 味 触 访 不产生执着 这个就是解脱了 所以你现在你看为你自己 你检视两点 第一点就是你问你自己 有没有活在觉的状态 如果这一点确定 肯定了 你第一关就过了 接下来第二点呢 你就问你自己 这个时候你有对色 深 香 味 触 法 执着吗 没有 如果没有你很肯定的话呢 这个时候在这一秒钟你是解脱的 你要对这一点你要很肯定 所以解脱在禅中来讲的话呢 它不是说你死了之后不是 本来佛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解脱在佛门里面呢 它跟你讲什么呢 别解脱 它是个别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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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来看的 个别 个别来看 就是这件事情你解脱了没有 下一件事情你解脱了没有 或者我们从时间的观念上来看 这一秒钟你解脱了没有 下一秒钟你解脱了没有 如果这一秒你是活在决心 你不如色身相会触法的话呢 就是说你这一秒钟你是解脱的 那下一秒是下一秒钟的事 那如果你能够这一秒 借下一秒又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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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整片的话呢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解脱了 那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上呢是 这一秒你做得到 下一秒可能你也做得到 第三秒呢 你就做不到了 所以那个连贯性不在 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呢 表示什么 表示你还懂得修了 那最不懂得修的是什么 它不知道什么叫做解脱 它的解脱呢都是什么 都是文字 都是挂在嘴边上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什么 它没有活在那个绝的状态里面 如果你没有活在那个绝的状态里面 这个绝的状态是一个大前提 如果你没有活在这个状态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进一步的你做到 不如色身相会触法的话呢 那你基本上你不知道 什么叫做解脱的 因为它这两个要求一定要有 那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必须要活在绝的状态里面 那么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不如色身相会触法 那么你要 当你有了绝的状态 你才能够肯定说 你这个时候是有在修 这个时候有没有入色身相会触法 下一个 不如色身相会触法的话 那这个要求才能够去 符合它整体的要求 所以它很重要 那如果你说你没有在决心用功 你根本没有在决心用功的话 你只是一直在讲说 你不执着 你不执着 那基本上你要让你的 你要做到说它连续解脱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的基础是什么 它的基础呢就是 你必须要活在决心 那么检视你自己 就是检查你自己的心 看你有没有掉进色身相会触法 如果有 当有的话 就表示你这一秒钟没有解脱 那如果没有 没有入色身相会触法的话 那就表示你这一秒钟解脱了 所以赵州大师呢 就很直接的跟这个圣人讲 庭前的拨束子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解脱 主师寄来语讲的是什么 就是眼前当下你这一颗决心 就在你前面清清楚楚 你要能够接触这一点 因为你接触了这一点之后的话呢 下面你才知道要怎么用功 你才会珍惜什么呢 你才会珍惜说 你到底有没有活在你的决心 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 你有活在决心也这样子 你有没有活在决心也这样子 那你有修你也不知道 你没有修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 站在这样子的一种 蒙蒙懂懂的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 你去 你的修行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摸不到边 所以这个赵州大师给这个圣人的 第一句 第一次讲的这个 庭前拨束子 就是要跟圣人讲 所谓的解脱呢 就是在当下 你清清楚楚 就像这棵树这样子 清清楚楚在你前面 那第二次的话呢 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二次的不一样的话呢 它已经是带有什么 已经是带有方法了 你讲庭前拨束子 就是解脱就是在当下 清清楚楚 你听不懂 你还问了一大堆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跟你讲 庭前拨束子 什么意思 你去看束 我之前有讲过那个 苍天苍天的那个部分 就是同学们回去看一期看 就去复习一下 就是马祖大师的一个土地 他去问石头大师 问他这个 什么是佛法的这个要义 结果这个石头大师就跟他讲 苍天苍天 对不对 那我之前也讲过 在修行的话呢 有些时候它有不同的这个 契路的方法 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 叫你去看天 有些时候的话呢 叫你去看 看树 那么当你去看树的时候的话呢 你要看到什么东西 你要看到什么感觉出现 那我想请问你 你看树的时候的话呢 你要怎么看 你是不是要用心看 就站在那边这样子一直看 那 当你在看树的时候 请问你的心是冷静的 还是急躁的 如果你的心是急躁的 看来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你的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要冷静的 所以在慧能大师不是有一次 这个道明去找到慧能大师的时候 慧能大师不是跟这个道明讲吗 你先让你的心静下来 在不失善 不失恶 正宁默时 什么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还记得吗 有这么一段 所以当你在看树的时候的话呢 你必须要让你的心静下来 那你静下来 这样子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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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后来的话呢 有些人会看出东西 有些就看不出东西 那所谓看出东西 这看是什么 你会发现到说 你通过你这样子看 你可以感觉到什么 感觉到说你的觉性呢 是真的是在看着这棵树的 就通过这样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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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的觉性 能够有一种抽离的那种感觉出现 那要看多久 不知道 你要看多久 不知道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来的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修行的方法 我之前讲过 我在 我在泰国的时候 就有一些出家人专门修一个法 就是看着树 那当然你看着树的话呢 就会看出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的话呢 就是看到那个树是什么 是无常 会等下 那个树等下会有这个 有虫在里面 对不对 那你看到 所以你看你捕抓到的讯息是什么 那可是有些人的话呢 他除了看到这些之外 他能够看到什么 看到那里面有一个看的人 请问那是什么 那个是你的觉性 那你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跟你讲你听懂了吗 你听不懂 那你怎么样才懂 看树 明白吗 你就回去看 你就回去看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明白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我们还有教什么其他的 蜀器官它到后来也是这样子 你拜佛也是回到同样的东西 包括你念佛也是同样 我们叫你看着念 它的这个 它出来的效果 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看树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当他跟你讲说 亭前拨树子的时候的话呢 当赵州在跟这个圣人讲 亭前拨树子的时候 在第二个诚意识里面的话呢 事上就是跟他讲 你就去看 拨树吧 你去看 看到你有一个感觉 你是活在你的觉性里面的 那你就知道 什么是主师希莱义了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表面看起来 赵州大师所给的两个答案 好像是一样 事实上是一样吗 事实上是不一样 它不一样 它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第一个呢 是直接跟你讲答案 第二个的话呢 是带有方法的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 九十三不语是主师义 那有生问赵州大师 什么是主师希莱义 赵州大师呢 你看之前他讲 亭前拨树子对不对 为什么讲亭前拨树子 因为在那个音源里面 有那个树在那边 他就跟你讲亭前拨树子 那么现在呢 没有那棵树在那边 所以他就跟他 赵州怎么样 赵州大师下了禅船 他本来是坐着的 那么人家问他 什么是主师希莱义呢 他就从禅船上 他就下来就站在那边 那么这个僧人就问他了 难道这个便是 你这样子站在那边 那个就是了 那个赵州 赵州大师讲什么 老生并没有说什么 我并没有讲这个事 是还是不是 那你认为是是还是不是 所以他叫必须要给这个 僧人去猜到底他在讲 他到底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之前讲的那个 停前拨树子 你再把那个答案 跟他套到这边 请问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啊 我就站在你前面 第一个 对不对 我就站在你前面 所以什么是主是希拉义 主是希拉义就是在你前面 解脱在哪里 解脱就是在当下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么你当这个僧人在问 难道你的解脱就是这样子吗 当你要这样子进一步去问说 难道这个就是解脱的时候的话 赵州大师这个时候还要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都很难了 所以赵州大师就跟他讲 我并没有说什么 我并没有说什么 这个为什么他讲他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当他要讲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像我这样子 从头到尾要跟你讲讲讲 要讲很多了 明白吗 那么他就没有那个疾风 我们现在这样子讲的话 那已经没有疾风了 我们是在跟你 请问现在我们是在明示还是暗示 对 我们现在是在明示 明白吗 我们现在跟你讲清楚 他们到底在考什么 那么跟你讲清楚了之后的话呢 你听了有信心 那到后面的话呢 你就回去你的决心那边去用功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讲白 的作用是这样子 讲白了的作用 是要让你对这个修法的话呢 产生信心 它的作用是这样子 那之上里面呢 因为已经讲白了之后的话 那它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没有疾风了 那如果这些事 所以在这个 从某些 从另外一些角度里面来看的话呢 这些禅疾 是不应该解的 不应该解的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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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我们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了那个禅宗的史 对不对 禅宗的历史 这一套修法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是传了 已经没有人懂得用这些疾风来这样子相对 这样子对来对去已经不懂了 已经没有了 那既然没有的话 如果我们还要能够看得懂这些主师的 这些语录把它当成是一个教材的话 那要怎么做 我们只有把它讲白 讲白了 讲白的话那从中去吸收它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这些公案的 它的作用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在古代的话呢 当这些禅师 这些老禅师 用这些疾风 来训练那些禅儿子的时候的话 那个答案是 没有答案的 为什么 因为它转来转去 那答案可以一直换来换去 不是答案换来换去 它的疾风可以转来转去的 可以转疾风 什么叫转疾风 我们来看下一个就很清楚 禅十四 敲坐脚是主师义 你看这个 这个公案的话呢 跟前面这个公案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也是一样有一个僧人问赵州大师 什么是主师义 赵州大师呢就敲了敲船脚 他就敲了敲船脚 那么圣人就问了 难道这个就是 前面那个也是不是这样的问 难道这个是 当赵州大师站在那边的时候的话 那他讲难道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圣人是不是也问了 难道这个就是 对不对 那么赵州大师怎么讲 他敲了敲坐脚 什么是主师自己的义 他敲了敲坐脚 在前面的这个坐脚就是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圣人就问 难道这个就是 赵州大师讲 是 结果呢 他把那个坐脚呢 跟他拔掉了 为什么我讲是 我又把他拔掉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不要去想 你要把那个答案跟他背起来 背了之后你就开悟了 开悟绝对不是这样子 而是当我这个疾风带到哪里的时候的话呢 你都能够顺着这个疾风来回应才对 要不然的话呢 你以为说这个疾风是死的 如果这个疾风是死的 那么他就不是疾风了 他都是活的 他在某个适当的地方的话 他都能转一下 转一下他就能够转过去了 所以当你认为 什么是主师自己的义 懂吗 以后你认为你会了对不对 你认为你会了 原来这个就是主师自己的义 静静坐在那边就是主师自己的义 那请问对吗 不对啊 因为你只是学静静坐在那边 这个就是主师自己的义 所以当你认为是的时候的话 我就跟你讲什么 不是 不是 所以你认为这个坐脚是的时候的话 就把那个坐脚拔掉了 不是了 因为当你认为是的时候的话 你带有什么 那么 你的那个主师西来义 已经是死掉了 已经是死在那边了 所以死是什么意思呢 他主要跟你讲 所谓的解脱指的就是当下 那么当你认为 它有个实在的一个法在那边 就是原来你刚才讲当下 你讲的是不是当下那个静静的那个东西 那个不动的那个东西 那个就是解脱 你讲的是不是这个 你认为是还是不是 表面上你好像要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可是当你越讲越清楚的时候的话 基本上你自己本身 你已经被某些东西抓紧了 为什么 因为解脱是相对于被绑住而言的 束缚而言 所以当你不被绑住的时候的话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解脱了 那个就是解脱 那当然如果勉强要讲 什么去解脱 我们就跟你讲咯 不如设身相会出法咯 自在咯 清安咯 很多很多东西这样套下去咯 可是当它一套下去之后的话呢 你又认为它就是这样子 那你又一个一个去找 一个一个去找的话呢 它就不对了 所以 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它就跟你讲 十五一法得阿辽多罗三妙三菩提 你不要认为说真的有这个成佛这一回事 你不要认为真的有解脱这一回事 没有的 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它基本上是什么 它基本上是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朵花对不对 当你在看这朵花的时候 当你在看这朵花的时候 请问你 你是解脱的吗 当你在看这朵花的时候 同学们你这样看这朵花的时候的话呢 请问你你是解脱的吗 你是解脱的吗 当你在看的时候你是解脱的 可是你会认为你在看这朵花的时候 你是解脱的吗 你不会认为的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开始的时候你看 你不认为你是解脱的 等待你再细看一下 是不是这朵花真的是难看的要是 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了 轮回了 对不对 那你在用这个轮回 来相对刚才的那个心情来比 刚才的那个是什么 刚才的那个就是解脱 刚才那个就是解脱 所以当你在解脱的时候的话 你知道你在解脱吗 你并不认为你那个叫做解脱了 所以你是通过什么 你是通过你轮回 你掉进你的烦恼之后的话 你才知道原来刚才我是解脱的 所以我们在解脱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在解脱吗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解脱的 那么这些老禅十字怎么跟你讲 你解脱就在你当下 你这个时候你就是解脱的 所以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一套 它不是一套 它是一套真正实实在在 我们要去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要去把它当成说 你在生活里面你就必须要这样子去修 那么你要慢慢的去接受 原来解脱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不认为解脱指的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都会把它当成什么 解脱是很无上的 它是另外一个很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加油添出了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当成是解脱的 可是事实上是什么 我们刚才是在解脱的心境里面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解脱的 我们看着这朵花的时候 请问谁会对我手上 拿着这朵花产生执着的 没有 可是你知道你刚才是解脱吗 你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刚才的那个心境 你有去照顾好 我问说 你刚才是不是解脱的 你有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问你自己 你的决心有在吗 有在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请问你会对这朵花产生执着吗 不会 所以不如设身相对处法 所以第一个 你对你的决心的存在 你很肯定 第二的话 你知道你并没有对这朵花产生执着 所以只要这两个因素一存在的话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解脱 所以记得刚才你解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境 刚才你解脱的心境是什么心境 有东西吗 平淡吗 就好像你在呼吸空气这样子 没有东西的 所以解脱是什么 解脱它之所以很难是因为什么 它是因为它平淡到 我们不认为这样子就是解脱的 所以跟你讲 停前过数子 跟你讲说你当前的这个注脚就是 我们都不认为这样子 那么当我们不认为这样子之后 造成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会在当下用功 我们用功都是什么 过后找时间去修行 实际上修行是什么 修行是在现在 你什么时候你想要修 这个时候你就要修 那怎么修 你问你自己有没有活在决心里面 第二个 你问你自己有没有掉进去 没有 这两个条件一存在的话 你就要跟你自己讲 我那个时候 那一秒钟我是解脱的 那你要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要很清楚 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靠自己慢慢建立起来的 这个我要建立建立 慢慢建立建立建立 我现在就活在解脱的状态 解脱的状态 那个别个别解脱 别解脱别解脱 我对这支花我解脱 我对这个影庆我也解脱 我对这支笔我也解脱 我对这本书我也解脱 我对这个杯子我也解脱 所以对个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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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我都解脱了 我都能够活在决心里面 来看待任何存在的色身相畏处 那如果时间久了之后的话 我就很肯定 我是解脱的 那当然最后一关就是死的时候 要面对死亡的那个苦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去 没有人能够去 去给你怎么 就是没有人能够帮你的 因为这个是要你自己本身要去经过的 你自己要去经过 当你在 当你要面对死亡来的时候的话 你还是一样做两件事情 问你自己你的决心在吗 第一件事情 第二的话就是 你还对你这个色身执着吗 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 如果这个东西你能够放下 那个也能够放下 能够放下 放下 放下 都能够放下 你又重新问回自己 你的决心在吗 在 身体会痛吗 会痛 所以 活在身体 有那种痛的那种感受里面 那可是你又 已经经过检视了 你又不对这个色身相畏触法 执着 对你的念 然后你们念的话 那都愿意放下 那一直问自己 决心在吗 决心在 就慢慢这样子 就一直 让你体会你的呼吸越来越弱 我们静坐 我们静坐 为什么要静坐 静坐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要体会 当你的呼吸很细的时候的话 你的人还不会死 那么你也不会怕 我们一般上 当那呼吸进入到很细的时候的话 你就很怕 以为你要死了 那事实上是 你一定要经过那个阶段就是 你的呼吸很细了 近乎一种若有若无的一种状态 你仍然还是不会怕 仍然还能够保持你的决心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来面对你的死亡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善死 好好的死 那里面的话就是 不带有恐惧 不带有恐惧 那么清清楚楚的 这个就是 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的话 你再来讲是不是解脱 已经不是很重要 总之已经是够了 我在讲什么 这个时候你不要讲说 他解脱没有解脱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你能够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里面 你就这样子走的话 那对我来讲 就很够了很够了很够了 有没有解脱 已经不是一个 需要挂在嘴巴上来讲的一句话了 其实能够修到这样子是不错了 所以简简单单好像是一个 没有什么的公案 如何是主是希腊语 这个就是主是希腊语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那事实上这个是真正最难的 因为我们从来不把 我们从来不把当前的 这个解脱的这个法的话 搞清楚 我们都会把它复杂化 那么当你没有把它 把这一点跟它搞清楚的时候的话 你对解脱 你说你想要去修的话 那你就很难了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解脱之见 什么叫做解脱 就是你对解脱的一个认识是什么 什么叫做解脱 那如果你对解脱你有这样子的认识 那你在修的 你在修就是在修什么 你就在修解脱法 你就在修解脱法 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用功 那如果你对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去认识的话 那你基本上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去用功了 我们一般上修行我们都会找一些奇奇怪古怪的东西 找一些奇奇怪古怪的东西 那都没有用的 它实际上就是很实在的 它就在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你要用功的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如果你在眼前的这个 眼前的这个 就是在眼前你掌握的好 在这个时候你掌握的好 那久了之后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修行 那你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一点 那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 你以为修行就是拜拜 要不然就是听了一大堆 所以东草西草 那基本上不是 它就是当前的这种心 内心的这个状态很重要 那我个人就把这些主事们的这些语录 把它归纳成两点 一个就是决心 另外一个就是不执着 那如果你能够从这两点里面 你去用功的话 那就 你看到的成绩才是真正的成绩来的 公案第95 沙门一只眼 沙门一只眼 基本上就是聚一只眼 只是因为这边就多了沙门两个字而已 就是修行人的一只眼睛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赵州大师问刚到的僧人 你从哪里来 那僧人就回答 雪峰 雪峰就是雪峰山 雪峰山 那当然 在雪峰山呢 雪峰大师呢 就住在那边 那么 大师 就问了 雪峰有什么教导 所以当这边他问雪峰有什么教导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是问雪峰大师对你有什么教导 那么这个僧人他就回答了 他说 雪峰大师一般上都会怎么说呢 他都会说 禁十方界都是沙门一只眼 你要在哪里大小便 就是到处 到处都是要 在十方之界 到处都是沙门一只眼 那你要在哪里大小便 这个的话就是把你卡住了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请问佛在哪里 哪一个地方没有佛 有形的跟无形的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的讲 哪一个地方没有佛法 哪个地方 我们不要用佛 我们用佛法来谈比较好 哪一个地方没有佛法 前面这个板有没有佛法 你怎么认为前面这个板有佛法呢 因为它是无常 是因缘 无常是因缘 所以它就是空 无常即是空 因缘所生法即是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板 这个板的话呢 有没有佛法 有 所以有没有佛 他就有佛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板有没有佛 有 有 请问同学 你们坐的这张椅子 有没有佛 有没有佛 有佛啊 有没有佛 所以你现在就坐在佛上面 是不是 你开始进入你的脑子里面了 现在你刚才你上厕所 对不对 请问厕所的马桶里面 有没有佛啊 有啊 你们在那边大小便 所以他就跟你讲喔 进虚空十方界 到处都是佛 那你要在那里大小便 是不是把你卡死了 他就把你卡死了 就让你卡在那边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在那边不懂了怎么办 那么 这就是雪峰大师 给他们的那边的生人的教导 那么大师呢 赵州大师呢 于是就对这个生人讲 他跟他讲舍离 就说 你要回去的时候的话呢 我寄你带一个铲子回去 你要回去雪峰山 对不对 我就寄你带一个铲子回去 这个铲子要铲叫什么 到处都是沙门一只眼 这个铲子怎么去对这个沙门一只眼 事实上这个沙门一只眼 这个时候指的就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法 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法 那么现在当这个赵州大师说 他要这个生人带一把铲子回去的时候的话 这个铲子已经变成什么 它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很绝对的法 如果从我们的心性上来讲的话 这个铲子就是决性 可是它展现在外面的话呢 它就是 铲子 那实际上 这个铲子呢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沙门一只眼 所以你现在你说到处都是沙门一只眼 对不对 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沙门一只眼 沙门一只眼有办法对沙门的一只眼吗 有吗 有啊 我有办法啊 因为你的铲子 因为到处都是沙门一只眼 我现在要这个生人带这把铲子回去 这个就是沙门一只眼 所以用沙门一只眼来对沙门一只眼 做什么用 铲子做什么用 挖洞 挖洞了之后呢 把这个沙门一只眼跟它埋起来咯 所以埋起来之后的话 你要在哪里到小便都可以了 明白它的意思吗 会不会乱 所以它不是这个铲子要把那个大便埋起来 不是 这个铲子是要埋什么 要埋那个沙门一只眼 本来沙门一只眼的话 它是个抽象的东西 那经过它这样的描述之后的话 那好像变得很具体 既然是很具体的话 我就用铲子来代表沙门一只眼 来对峙你所讲的沙门一只眼 能够接受这套逻辑吗 这个就是圣对圣 这个就是圣对圣 沙门一只眼是圣 这边是圣 这边是圣 那我这边呢 这边是一把铲子 这把铲子 可是我铲子埋子的是什么 这个铲子埋子的是什么 埋子的就是一只眼 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 这边就是 这边是圣 这边也是圣 所以以圣来对 以这边这个铲子这个圣 来对这个圣 可以吗 这个听不懂没关系 因为它有一套逻辑在里面 它有一套逻辑在里面 慢慢去听 我们来看第九十六 大道直通常安 赵宗大师说 自道无难为贤简责 这句话事实上是出自哪里 出自信心明 我们读过 大道无难为贤简责 但莫真爱动人明白 记得吗 在三主的这个 三主的这个 这个生产的这个信心明里面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子 那么 当这个赵宗说 自道无难为贤简责的时候的话 这个圣人就问 怎么样才是道 你说他是大道 这边赵宗大师讲大道 圣人就问 怎么样才是道 大师讲什么 墙外面的就是道 墙外面的 道是什么意思 道就是道路的意思 所以在墙外面就是道路 但事实上 圣人要问的是什么 他要的 那个道是修行的道 所以圣人就跟他讲说 我不是问这个 我不是问这种普通的道路 我要问的是道 那么赵宗大师说 你问的是哪个 圣人就跟他讲 我问的是大道 大道 大道的意思是什么 大道的意思就是 修行人所要走的那条道路 或者是修行人的这个 修行出来的那个成果 这个叫做大道 那么赵宗大师什么呢 赵宗大师说 大道直透长安 你要发现这个圣人所要问的 都是一些修行上的一些成果 你修到后来是要做什么 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赵宗大师的话呢 他的回答都是什么 都是很平淡的 这个就是了 这个也是 你要问道 这条路就是 那这条路你这样子直直走的话 就能够到谈了 长安了 跟我刚才讲的那个 都是一样的一个要求来的 我们在修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去捕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要不然去捕捉一些好的感受的东西 那事实上真正要用功的点是在哪里 就是在平常里面那些很淡 很没有味道的东西 那个才是你真正你要下功夫的地方 那可是我们不认为他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得很远 你就把它放得很远 所以当你把它放得很远的时候 你不懂的原来所谓的解脱指的就是 你当下的这一个绝躁的心 你的这个觉性 你在你这个绝躁的心去用功 不让他入色身相会处法 就是不让他产生执着 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最根本 最重要的一个要求的话 如果你这一点你没有去把它弄清楚 你不珍惜这一点 那你还一直想要说 要修一些什么奇特的法 那你就是 你就是 你所走的那条修行的路的话 它就是不够直接 那禅宗的话 它就是要你走的一个很直接的路 所以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修行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活在决心 第二个就是不如色身相会处法 它就是第一个所谓活在决心 你就是要保持正念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发现到你执着 你就要放下你的执着 就这样子而已 如果你在这两个地方 你懂得去用功的话 不管你修的怎么差 都是非常好 明白吗 都是很好了 都是很好 因为什么 因为你做错了你就改过你就反省 做错了你改过你就反省 可是如果你不是在这两点你去用功的话 你怎么修都没有用 你怎么修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就是禅宗所讲的什么呢 所讲的平常心思道 所以禅宗讲的平常心思道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把修行当成什么 很奇特 很古怪 修了之后的话好像 你修到后面的话好像比别人多了两只脚这样子 多了两只脚出来 那修到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你都很像修行人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很不会修啊 明白吗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修行人 就表示你修得不好 很粗啊 如果你能够修到说 这个人修看出来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你又不能够讲他错在哪里 可是你看来看去都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真的修得好 看出来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两只脚 跟我们一样 肚子饿了也是吃饭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差别 虽然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你又不能够讲出 他到底什么地方不好 那好的也蛮多的 可是好的也不奇怪 对不对 又感觉到很普通这样子 这个就是禅宗所讲的 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 要不然我们一定会捕抓到一些很古怪的讯息 你就是修到后来的话 那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当你感觉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的话 你要很小心 你要很小心 因为他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他就是走向那个古里古怪的那条路了 那这个不是 绝对不是佛道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普通 他就是平淡 他绝不奇特 也不玄妙 他的普通平淡 这平常心是道就是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九十七 洗波去吧 这是另外一个公案 就有些人问赵宗大师什么是佛 那赵宗大师讲 什么是佛 那大殿里面的那尊就是 你看那尊就是佛 那么圣人就讲了 那尊是木头做的 是泥雕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 那接下来他就问 他又在问这个赵宗大师 什么是佛 赵宗大师怎么回答 那尊就是佛 那么这个圣人听不懂 听不懂他就很老实 他就跟赵宗大师讲 我刚刚来到丛林了 请大师你指示指示我吧 那么大师呢 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了 他就跟他讲 你吃粥了吗 圣人讲吃了 大师讲洗波去吧 你去洗波 这时候的话呢 圣人就 忽然间悟了一些东西了 就悟了 这样就悟了 那为什么前面他不悟 等到后面才悟呢 因为前面的很难啊 你知道吗 我们刚才这样子讲 这样子讲 好像我随便乱讲 那些都是很难的 你明白吗 我是搞了很多年 才摸索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要花了很长的时间的 所以你说佛在哪里 大殿里面 为什么跟你讲大殿里面的那尊就是佛 他在哪里 他就在你前面 前面是什么 就是你清清楚楚的 当下你这个觉性就是佛了 明白吗 那你再问我 你说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可是那个看着那个的是是还是不是 是 明佛在讲什么吗 不是那尊佛 是那个在看着佛的那个是还是不是 是 那也不是 可是这个圣人听得懂吗 圣人听不懂啊 听不懂呢 赵州大师就没有办法了 讲那么深的东西你听不懂 我就问你 你吃粥了吗 吃粥了 吃粥的话呢就是洗波吧 他听到洗波的时候他就开窝 他悟了什么 你吃了粥之后的话 那个波是什么 会不会有点黏黏啊 黏黏就表示什么 表示执着 表示悟够 你就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的话 它表示什么 表示清净了了 表示解脱了了 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你听懂 所以圣人他觉悟了 觉悟的是什么东西 觉悟的是很浅的东西 生的他听不懂 后面赵州大师跟他讲去吃 吃了粥去洗波 他听懂 那基本上是因为赵州 把那个法的要求降低下来了 所以圣人听懂的是很浅的法来的 明白吗 所以有些时候你听懂的 你不要高兴 以为你真的懂 那有些时候你听不懂 对不对 你听不懂的话 你不要 你不要在那边起烦恼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很深的东西 那很深的东西的话 你懊恼没有用 你就是要慢慢去揣摩 慢慢去揣摩 所以你听得懂的你不要高兴 因为你听得懂的你不要高兴 你听不懂的你不要懊恼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种态度 明白了吗 所以你赢了你也不要高兴 你输了你也不要生气 这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态度来的 就是你在面对得势 你在面对输赢的时候的话 你会比别人坦然 那我们需要用这种坦然的心来修行 那你去看佛咯 你不懂你就看到你懂咯 我们讲过了 看佛 看到 如果你看你掉进那佛里面 你就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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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 佛给你什么提示啊 你要看一种佛靠 那它无常容易吗 那不容易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说你看看 看九日之后的话 你有那种活在觉 活在你的正念那种感觉的话 那就出来了 那就出来了 可是这是很难的 很难 这套修法是最难的 这套修法是最难的 你看树 树有变化 你看佛像 佛像没有变化的 佛像没有变化 而且佛像的话它里面带有什么呢 树是中性的 佛像是什么 佛像不是中性的东西 佛像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强的能量 你看到佛像自然而然你会尊敬 那么这个尊敬的话 有些时候 那个尊敬它造成你很多东西 它会阻碍了你的一些思绪 因为它不是中性的 树的话我们看到的树它是中性的 所以当它是中性的话 你就会看到树的一些自然的现象 那么这个佛像的话 它有自然的现象会出现吗 很难 所以要看佛像看到你开悟 那很难 所以我宁可选择你去看树 如果你要看树 我宁可推荐 导不如你看你自己的念 那如果你说念你没有办法看 那我就会推荐你看回你的呼吸 这样子 它是比较容易的 看回你的呼吸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们来看第98 赵州石桥 深问赵州大师 一个深人去见到赵州大师 他就问他 我长久以来就仰慕赵州石桥 就是在赵州的道场里面的话 有一座石桥 那为什么来到这里之后的话 只看到小小的木桥 也看不到大石桥 那赵州又说了 是你只见到木桥 你没有看到石桥 是有石桥的 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你看到的都是那小小的桥 那事实上有些时候 那个桥是什么 它不是真的 它只是一个 一个讲法而已 它不是真的有一座桥在那边 它没有 它只是一个讲法 所以你来了之后的话 你是看不到石桥的 那可是 事实上有没有石桥 有啦 你看不到 所以它的石桥指的是什么呢 那圣人又问了 他说石桥是怎么样子的呢 大师就讲了 石桥它是渡驴渡马用的 因为马很重 驴很重 所以我就要给 这个石桥的话 是要渡驴渡马用的 那么圣人又在问 小木桥又是怎么用的 小木桥呢就是渡一个人 渡一个人用的 很奇怪 对不对 原来木桥是渡人用的 那石桥的话呢 是渡牛 渡马用的 那你现在如果你去到赵州那边 你要 你希望赵州呢 是给你木桥呢 还是要给你石桥好 要给你木桥还是给你石桥好 你是人还是出生 你就想啊 如果我去赵州那边 我肯定要走木桥 因为我是人嘛 我哪里要走 我哪里要走石桥 对不对 我哪里要当出生 给他这样子来欺负我 所以不要 我一定要走木桥 我不要走石桥 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设定啊 会这样子设定 那事实上 赵州大师的这个渡驴跟渡马 指的是什么 这些畜生是什么 这些畜生 这些畜生都不简单啊 我们之前讲那个南玄大师啊 去山下做一头水谷牛 去做一头水牛 所以这边要渡什么 这边要渡那些渐性的人 所以这个牛 这个马指的是谁 不是普通的人 是那些已经渐性的人 所以那个是给石桥用的 渡那些有根气好的人 那么人的话呢还没有渐性 所以你就给那木桥 一个一个慢慢浇 明白吗 那如果呢 你自己本身以为你自己 我不要当出生 我要走木桥 那你就 所以它就变成是什么呢 它就变成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 你会 你会自以为了不起 我不是出生 我是人 我要走人走的路 你会这样子自以为 自以为是 那么有人呢 后来就有一个 有一个人问起同样的问题 那么大师呢都会给同样的答案 渡木桥是这样子 渡石桥的是这样子 那么有一次呢 有僧人问 石桥是怎么样子的 大师就讲什么 他没有跟他讲说 石桥是渡马 渡牛的 渡驴的 他就跟他讲 你过来 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过来 你要不要过来 我的石桥是渡马渡驴用的 对不对 我之前讲过了 你现在问我石桥是什么样子的 我跟你讲 来来来 你要不要过来 你过来就表示你是什么 你是出生了 那你要不要过来 我不要 你不要你就永远站在那边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驴这个马指的是什么 我们讲过了 在残门里面 这些动物已经不是动物了 这些都是 你既然 这个老禅师把我当成是驴 当成是马 好吧 我就甘愿当驴 当马来给你渡 你就走过来了 你就成驴成马了 其实你的根气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把你当成是驴当成是马 你内心里面 那种身段放不下来 我明明是人 你把我当成是驴当成是马 那里可以 我就是不要走过去 对不对 你在那边犹豫一下的话 照做大事就走了 但事实上是什么 就是人的那种执着 那种身段 那种执着 造成很多时候你放不下 那你放不下的时候的话 你没有看到这个是你的问题 你没有看到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从修行的角度的话 他不在于说 不在于说 我们每次讲 我要去找善之士来教我 对不对 你要四处去拜访善之士 那你有没有问你自己 你到底是什么料 值得善之士来教你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自己 没有 那就不对 你只是想你要找善之士 如果是善之士的话 请问这个善之士 懂不懂得找徒弟 你认为善之士找徒弟比较厉害 还是你不是善之士的 你要找善之士比较厉害 哪一个比较厉害 当然是善之士找徒弟比较厉害 所以你不要问说 为什么你一直找不到善之士 善之士不要你 他的眼光如果输过你 他就不是你的善之士 所以你不要说你要去找善之士 时间到了 善之士看到你 他就愿意教你 所以我们一直不是 我要去找善之士 这边找那边找这边找 有些时候善之士在你旁边 在你前面 你都不知道 你还看不起他 明白吗 这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得到最好的 希望说人家能够给你最好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 你值不值得善之士在你身上花时间 这一点很重要 懂得自我反省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下一个公案 犯思言汉 这个犯思言汉 就是赵州问刚来到的这个僧人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僧人说他从南方来 那赵州大师又问了 你是否知道有赵州关要过 你知不知道你来我这边要过关了 那生人道 你也必须知道 有的人是不需要过关的 有点味道了对不对 那么照大师就讲了 你是贩卖走失言的汉子 你不用过关 你不用过我赵州这关 你是走私的 所以你不用过我这个关 你知道吗 那事实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赵州在否定这个僧人 说你走的是旁门邪道 你不要过这一关 事实上是 你知道以前他们言的话呢 他们要走私的 明白吗 那你走私的话呢 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门路 如果你对那 你都 我们讲了 外行看热闹对不对 内行呢 看门道 所以你要走私言的话呢 你那个门道你要不要清楚啊 你一定要这边你要清楚 那边要清楚 这边要清楚 那边要清楚 所以这一个僧人 他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跟他讲说 我呢是 不需要过这个赵州关的 赵州大师讲说 难道你是贩卖失言的 就表示 他这句话表示什么 表示他在称赞这个出家人 你太厉害了 因为你有门道 你知道那个撬门是什么 所以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在骂他 事实上是骂吗 不是 他在称赞他 你厉害 因为你懂得有 你懂得这个撬门 而且有方法 我们讲过了 内行看门道 内行看门道 那么 我看我们今天 今天就讲到这边 说不就是 太用了 这边 从真的